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見 我是林梓棠 這位玩家是Samuel 台地Kat Samuel,你好 大家好,我是林梓棠 先和大家跟進內地和貨安股市收市的狀況 內地股市靠穩 上證指數最終收市升6點 收補3320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87點,收補13536點 創業版指數升39點,收補2736點 升幅大約1%左右 恆指今天在科技股領軍之下 特別是騰訊,進障不少 內地大市升577點 收補25635點,升大約2.3% 國企指數亦有大約1%的進障 收補10445點,升150點 成家亦增加到1,617億 跟Samuel先說,大市 今天主要是炒一些科技類的板塊 資金又流入這一堆的板塊 一面倒的情況都頗明顯 市本身之前擔心沒什麼趨發劑 但今天氣氛開始向好一點 受著港版納子消息帶動 再加上隔晚,納子也做得不錯 後市來到25,600樓上的位置 去收市成家亦大一點 對後市會不會信心有多了 今天來說的表現算是比較強一點 升幅下半天來說 比起上半週也算是提升多一點 令到今天的收市價 算是站得正在那條10天線上 所以整體的形態上算是不錯的 今天成交都1600億 比起過往幾天的市市比較暖一點的時間 是1200、1300億左右 算是有一個提升在這裡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市況也算是比較好一點 今次來說外圍納子的走勢 所以整體整個科技股 或者科網股那類的股份 今天都全線叫做有得升 那麼恆子公司你說出到來 整個30個那隻的恆子科網指數裡面的話 基本上全部都叫做可以跑得贏過大市的 所以整體來說 你會見到散戶或者你說市場 都仍然是叫做 幾樂意在這些高位上 繼續追這一堆股份 剛才也提到 騰訊今天的收市價 都是跟上一次歷史新高的收市價 剛剛叫做踩得正 所以整體來說市況 算是比較強一點 昨天比較強一點的那些資源股 或者建材股 都開始見到有些資金退出來 我相信仍然是跟回去炒 整個新經濟概念 所以暫時來看 可能市場都會叫做 樂意去炒這些板塊 今天你說走得比較弱一點 只是一堆內銀 今天都是下跌 普遍1%左右 基於現在的市場 都仍然是叫做 有一個流動性充裕的衝勁在這裡 再加上國內 有一些水災的情況 變成整體 現在內地中央的政策 都有機會叫做防災 或者叫做可能在信貸方面 繼續叫做放寬 都有這一類型的消息出來 令到內銀 都可能會叫做走得比較弱一點 但是相反對於整個大市 就有這些利好作用在這裡 如果整體的資金流動性 都可以叫做比較強一點 無論你說中國還是美國 都仍然叫做有一輪那些 救市方案出來的話 我相信資金都會叫做 繼續叫做炒進來 變成現在 暫時的市況都叫做比較強一點 我覺得可以叫做體嘗 剛才說到香港推出科技股指數 港交索今天都升到大約9.8% DH收380元 應該創新高了 港交索的股價 大家正在憧憬 有一個新的指數出來 又會有很多衍生工具 接下來會跟著出 無論是ETF也好 Wallon 牛紅症 Corpulant 都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都很明顯 是會推動到港交所的業績 如果是落實了之後 港交所今天升成 即是差不多一成 這些利好因素反映了沒有 還有沒有一個炒作空間 暫時我覺得你說短線 都可能會叫做比較偏貴一點 如果你說 以大家預計的估值上來說 算是叫做差不多 始終你說 股價升穿300元以上的位置 其實都是憧憬著 你說有些大型的科網股 或者你說在美國方面的股份 都會叫做回到香港去上市 純粹你說這次 除了你說有這個 港版納子的消息出來之外 就是叫做有一些 你說亞里系的獨角獸 有機會都叫做回名 變成整體來說 靠著市況帶動之下 可以叫做炒高 這一點就叫做 有部份的投資者 可能會在選擇 有一些叫做大型的主動基金 開始叫做去追 之前就叫做部署定先 但這一點可能在短時間之內 叫做反映了 如果你說要一大堆的基金 甚至乎你說可能一些衍生根據 或者你說MPF都叫做追蹤 港版這些封門指數的話 都可能要多一段時間 那這些就屬於中線少少的部署 那短時間之內可以叫腳拿著 但如果你說沒有貨的 我覺得短期內叫做可能抽得太高少少 有機會叫做十天線左右的水平 大概是三百五十元 才叫做再考慮 但整體來說 如果大家都看到 自從這個指數 真的叫做推出來之後 成交量都是叫做可以 保持著有機會突破 你說可能每日千八億以上的話 整體來說其實問題不大 只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 看看港交所何時才推出這些新的產品 可以叫做腳持有 但短線就可以叫做等它後回來 去回三百五十元左右 就是說之前十天線的位置 才叫做做中線部署會好一點 另外今天省務很關注 就是有一些股份是拿了螞蟻金服 之前就說現在就叫做螞蟻集團的股份的公司 今天的升幅都非常顯著 主要因為螞蟻集團 接下來都會考慮在港交所或上交所的科創板 同步上市 其實它的規模 看看這些報導 就說如果計算市值 都有成三分之一 加拿螞蟻集團 如果拿了這個買金服的股份的話 其實是完全釋放了價值出來 如果你上市的話 但是今天升了那麼多 還有沒有水位呢 就是在螞蟻金服真正嘗試之前 是不是其實都可以再有一輪的炒作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它現在的IPO定價是多少 我覺得都可以叫它炒住先的 始終你說一來這次的規模算是叫做比較大一點 整個股值大概 整個市值都有叫做二千億美金 差不多成萬多億的港幣 你說比起螞蟻來講 都真的叫做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 變成如果你說這次的叫價算是叫做比較高一點的話 可以為到你說螞蟻帶來那些一次的收益 算是比較多一點 而且有機會再是拍下去他們自己的那個魂業務裏面 繼續有一些你說可能發展或者你說資金上的那些效益 都會叫做有條件繼續去做 所以加上你說可能其他估值上的問題 你現在暫時以那個估值看的話 都仍然是叫做比較落後一點 對比騰訊來講 騰訊今天其實都已經是叫做 站在之前那個歷史新高的位置的話 那你如果要炒個落後 我覺得在市況容許的情況之下 現在暫時都叫做比較樂觀一點 那我覺得你說炒落後的這個概念 對於你說這隻大型的科網股來講 都有些條件 那除非你說可能接下來那個零售的業務方面 有些少的阻滯 有機會令到你說股價可能會叫做輕輕回一回下來 但是整體我覺得 整個公司的價值或者那個股值上 都仍然是叫做靠回科技金融 和他們自己的運業務方面 那今次如果你說 阿里出賣你說買的金幅這個消息 都是打不起的話 可能就有機會要考慮回 他們會否在股值上 即是來近IPO的叫價上 有機會叫比較差一點 但是我覺得整體如果你說可以直接給AH股 即是你說內地的投資者都可以叫做參與的話 其實這個概念在內地叫做比較受歡迎 那螞蟻金服你說內地的投資者會叫做更加熟悉 或者使用度會叫做更加高 那我覺得相信都會是叫做一個熱炒的題材 如果你說A股炒得起的話 照到你AH的Premium 未必是會叫做太大的 所以有機會叫做跟著A股 繼續叫做抽上去 那這幾樣的理好因素 我覺得暫時在單日升7% 有未是叫做算price先到的 你比起港交所 就算沒有什麼一些太大的其他因素出來 都叫做升多9% 我覺得你說升完7%之後 有條件是叫做繼續追著 可以叫做跟其他大型的科目股一樣 做回中線部署繼續持有 繼續拿著的不需要take profit先 因為今天很多股份都升得 升勢比較急 就是看中的動向 自然升成3,1%上來 所以不需要起碼take部分的profit先 怕接下來你升得這麼急 會有回調的風險 都有機會的 但是如果你說本身一手都是二萬多元 又不是叫做拿著很多部份 或者可以分得很多手的話 我就會覺得可以繼續持有 同時間你說形態上方面不差 今天你說可能做一個裂口上升的位置 跟之前那個倒形底有少少不同 上一段你說可能走得比較黏少少的時間 就見到250元有幾天的貨 是叫做被人摘住在上面 就形成了一個倒形頂 但是現在暫時重新出回口向上的位置 又變回有一個倒形底 如果你說以技術走勢來說的話 這些形態應該要繼續追上去才是 除非你說突然之間有其他大股東減遲 這類型的消息出來 令到股價倒下來了 否則我覺得整個倒形形態 未必會突然之間再回來了 變成我怕如果你說只有一兩手那些 可能沽完買不回來也不出奇 變成我看看你到盡時 持有的貨的佔比會是多少 如果你說只有一兩手的話 我覺得繼續持有的反應反而會好一點 好 麻煩Sammy這麼詳細 分析也申報分析有沒有持有上述投博股份呢 沒有持有的 好 麻煩Sammy 這節目時間差不多跟Sammy聊到這裡 好 麻煩